日本東京格武器廳 男公關店家領利 不過現在傳出牛郎詐騙女客人後 強迫賣身的案件 這名離婚的單親媽媽是一名臨床醫生 為了逃避繁重的工作壓力 2023年1月走進了牛郎俱樂部 沒想到從此無法抽身 男公關以送禮許下承諾等方式 讓女子有罪入愛河的錯覺 再說服女子購買單次高達數千美元的酒水 直到積蓄全花光還欠下債務 牛郎逼迫女子到澳門與香港 從事性交易還債 證明受害女子表示 賣身的錢直接轉回日本 自己從來沒收到一毛錢 幫助這些受害者的組織表示 在過去一年裡 女性遭牛郎詐騙賣身的案件 增加了五倍 東京都議員也曾試圖推動法案 防範牛郎剝削女客人的行為 卻沒有成功 某些牛郎俱樂部從4月1號起進行自主管理 禁止20歲以下顧客進入消費 防止年輕女性不幸悲傷 巨額債務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